好那么呢我来开始说今天的技术了 先来说一下正手拉起来 反手连一板上选 那么今天的这个技术啊 大家听完了这两个技术之后 只需要记到四点 一会我也会跟大家呢进行总结 所以说啊今天主要讲技巧 如果说是问单个内容的话啊 然后呢我们会在之后的课程 这个课程里面呢来跟大家不断的分享 好不好啊 然后呢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 这个正手拉起来 一个下选 然后连反手的一个上选啊 我们呢还是先来说一下 手的运行轨迹 这个是我每节课都要来跟大家说的啊 在正手拉起来 反手连一板上选的时候 我们首先说运行轨迹啊 你的这个手平常大家呢 会在下选球拉干什么 往下放 对不对 大家来看 其实呢有些球友的 他的这个往下放啊 看是干嘛的 是向侧边去倒 他不是转重心 所以说我们呢 要跟大家明明确一点啊 你一定是要身体带动着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身体带动着手 向你的右后下方进行转体 而大家呢 我说一下这个手上的啊 你可以看到 其实很多高水平的运动员 你感觉他们这个球是不是 有些球非常的转 哎 怎么他们的手放的这么下 其实啊 我跟大家说 其实不是这个手放的下 而是什么 而是重心下的更低 大家来看一下啊 如果说我平常正常的 大家来看 我拉球是不是 直接向后转就可以了 好 那么如果说这个下旋球 我们都知道 下旋球 球低了 我们要往下放 对不对 但是这个放啊 一定不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定不是我的手放 而是 看 当这个球越下 我应该干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重心应该越低 所以说呢 我们在碰到下旋球的时候 大家去调整你的重心 而你的重心就是 我们经常说到的运行的轨迹啊 你这个低一点呀 还是高一点呀 对不对 这是我们首先要做到的 下重心 而不是下手 你的这个手 其实当你的重心下了之后 你的手还向后转 我的手怎么样了 它就干嘛 往下了 所以说第一点 大家要明白啊 我们的运行轨迹 向后转的时候 下的应该是重心 那么还有一个点呢 是大家啊 有些可能年龄大一点的长辈 是不是 有些长辈他会说 哎 我的膝关节很痛 怎么办 这个我转不下来呀 啊 没关系啊 如果说呢 是长辈们 大家的膝关节 如果有损伤 或者蹲不下来的话 你转不下来 你可以干嘛 大家来看 去找到你的脚下 两个脚尖 两个膝关节 看 我正常的准备 是不是 看 我微微的稍稍向下一点 但是我需要保持的是啊 四个点 两个膝关节 两个脚尖 给它锁住了 什么意思啊 因为我们在转换的时候 如果说大家这四个点 没有锁住的话啊 没有锁住的话 大家就会感觉 动的时候 大家来看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 左右了 对不对 其实我们打球 哪有这个完全的左右呀 是不是 还有一点是什么 如果说大家呢 在站位的时候啊 看 如点又前倾了 但是呢 这个腿也没使上劲 大家来看 这个干嘛了 直往前蹬了 让您感觉到 这个手上的力 其实没发多少 更多的是您的脚下身体 给予的力量 就是我们在运行轨迹 说到的一个脚下的问题 其实当我们脚下问题 解决了之后 您的手跟随身体 向哪里 向后方 你看我在向后的时候 我的重心向后 同时靠着膝关节 向下的时候 其实我就已经干嘛了 向后下方转重心了 并且 我每转一次重心 我第一个在这儿 第二个也在这儿 第三个也在这儿 第四个也在这儿 就不会造成 我平常打球的时候 这个下圆球我这么拉 我拉不上 这个下圆球 我今天我再这么拉 我还是没感觉 我明天 我可能这么拉 我感觉今天感觉好一点 是不是 就会让大家 有种误区说 怎么今天感觉特别好 明天的感觉呢 又不好 就是因为 其实我们在打球的时候 都是过多的去动手了 过多的去动手了 所以说呢 在运行轨迹的时候 我们要明确 引拍是向右后下方 下圈球 而这个是取决于 您的脚下的重心 四个点 以及转换的时候 决定的 大家可千万别觉得 我向右后下 我这个手就开始往下放 不要啊 这是下圆球 右后下 至左前上 看 我在出手的时候 这四个点 是不是 我同时 向前蹬转 然后看 回正 看见了吗 一会脚下呢 我们也会给大家细细的讲 所以说大家 先来看一下 整体动作的运行轨迹啊 右后下 至左前上 好 再来一遍啊 看右后下 至左前上 是由脚下 带动着你的前地 完成的 看 右后下 至左前上 你如果说下圈球 它没有一点点上 肯定是不可能的啊 那毕竟 那球低啊 你这个重心才起啊 你如果说你不起 光往前了 那肯定下往啊 肯定要打这个台边啊 是不是啊 所以说呢 这是我们第一点 下圈球的重心啊 那么呢 第二点 我的运行轨迹 重心我明白了之后 我确定了之后 那么我正手拉完 我要干嘛了 我要回反手了 对不对 好 大家再来看一下 当我回反手的时候 我要 第一个要点来了啊 我要在身前进行转换 什么意思 大家来看啊 我拉完球之后 看 身前转换 手拿高 大家再来看一下啊 正手的运行轨迹 后右后下 至左前上 拉完球了之后 只看我的手啊 身前还原 身前转换 看身前转换 是不是 我从正手位的板形 转到了反手 同时 手拿高 我是不是就可以 直接出手了 因为我下一板 是什么 是上圈球 如果说 当我在还原 那么我下一板打球 我必然 我一定是 必然是这个动作 大家肯定这个 平常练球的时候 也会出现 你看就拉一板 反手怎么成这样了 就是大家 首先 你正手的运行轨迹 没对 其次 大家呢 这个还原 还错了 拉完就放在这 那球一来 可不得这么去打吗 一定要记得 右后下 至左前上 拉完了之后 看我的手啊 身前还原 手拿高 这是我们的一个 运行轨迹啊 看一下 看一下我的手啊 身前还原 手拿高 这是今天的第一个点 大家可以把身前还原 手拿高啊 打在评论区 好不好 嗯 感谢去我们啊 大家呢 可以 大家可以把这几个字啊 打在评论区啊 如果大家 呃 现在正在观看的话 并且 我再来说一遍啊 身前还原 手拿高 这是你的正手下旋球 转反手下旋球啊 如果说我们在反手 手拿这么低的话 他一定会被顶啊 大家怎么都会感觉到 这个球他不出力啊 你就会感觉到 怎么我打过去球 总是被顶啊 是不是 我来球 我总被顶 我没有质量 那我下一半怎么赢了 啊 然后就开始干嘛了 一直用手了 是不是 打一个失误 两个失误 到最后一碰到这个反手位 哎 就开始在这碰了 所以说没必要啊 你拉完球之后 身前还原 身前转换啊 身前转换 看见了吗 手拿高 这段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击球了 这是我们呢 今天说的第一个要点啊 正手转反手的 运行轨迹 第一个要点 第二个要点呢 我来说一下 步法 好不好 今天的步法呢 同样也是 有两个步法 给到大家啊 那么呢 一个就是中进台的 一个是中进台 什么叫中进台 就是说我们 平常打球的时候 大家来看一下 我不可能说站得这么近 对不对 我一定会被顶 所以说我向后 稍稍的撤一步 大家来看 这个时候呢 我跟球台 大概呢 会有一个前臂 加一个 这个大臂的距离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 这个距离 我是最舒服的 所以说大家呢 也找一下自己最舒服的 中进台的位置 你正手拉完球之后 你的反手 就到这里来 这是呢 我们今天说的 第一个步法 中进台 正手转反手 第一个步法 那么第一个步法呢 其实大家 昨天如果啊 有来观看的话 其实大家 可以进行复习一下 我们正手拉完球之后 大家来看 配合上 身前还原手拿高 看见了吗 我在边是在身前转换 同时手拿高的基础上 我要有一个垫步 好 大家再来看 把身前转换 手拿高 加上脚下的垫步 我们的这个 引拍准备的动作 就完成了 大家来看 好 再来看 看见了吗 是不是 这一步应该都比较简单 好 来 我问下去 我们大家这个 第一个点怎么样 大家应该记住了吧 不好意思啊 我今天 我自己讲进去了 忘记问了 对 大家第一个点记住了 给我打一个一 好不好 第一个这个 身前转换 手拿高 大家如果记住了 给我点一个一 大家如果喜欢星泰 可以给星泰这个 点个关注 加个灯牌 支持一下 谢谢 好累 好累 好 那么我们继续 不好意思 好 身前还原 手拿高 我们第一个步法 先用垫步 看 配合上 身前转换 手拿高 垫步完了之后 我们下一板 是不是要击球了 如果说这个球 还在我们的手底下 我们就干嘛 大家来看 直接出手就可以了 但是不可能 所有的球都这么幸运 都能直接在我们的手底下 对不对 那么呢 很可能这个球呢 现在 看 就在我的这边了 那么我光伸手 肯定是不行的 那么我一定要干嘛 我一定要动脚 所以说 这个脚 我们用跨步就可以了 因为呢 我发现 很多球友在打 哪怕我们以反手攻球举例啊 很多球友呢 在打反手对攻的时候 诶 别人打他的这个 反手位的大脚 他就开始这样 你看 看见了吗 两个脚同时移动 没必要啊 你正手的话 你这么去动 因为正手 他转换的面积大 对不对 你身前的空间大 你好发力 但是你说你反手 你看 你动 你自己手间还站不稳 并且你还感觉 动得挺别扭 你急是什么 你看 我反手都在身前击球 所以说 这个球 我既要快 又要准 同时还得让它 有质量 这个是反手的关键 你的正手呢 可能 你看 我拉开手了之后 我蓄力空间 是不是 这些是最重要 但是反手 你首先你要快呀 你总不能说 我反手被人顶到这儿了去打 那越打越没自信 都退到后台了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步法 在中进台的时候 身前转换 手拿高 加垫步 这个手就引拍 引好了 那么当这个球 在反手位的大脚的时候 我们同时配合上 左腿的跨步 大家来看 我在跨步的同时 脚落地 出手 好 大家再来看一下 完整的动作 拉完 垫步 走 好 再来看一下 再做两遍 看 正手 拉完 垫步 走 好 我把动作再做一遍 拉完 垫步 走 看见了吗 这个动作 它是一气合成的 我做的再快点 大家来看一下 拉完垫步 走 是不是 看 拉完垫步 走 你在跨步的同时 你的手应该同时出去了 那么如果说 你打完这把 我们要干嘛 还要再还原 所以说 左脚 看 左脚 回来的时候 看左脚一抬 两个脚 同时 看 有一个小小的垫步 手还原 下一次还在这边 再来 再还原 再来 再还原 如果在中间 直接出手 原地的垫步 这个就成了我们昨天讲到的 反手的一个小步法了 是不是 球们 所以说你在正手拉起来 变到反手的时候 首先先记好 你的运行的轨迹 你正手拉球运行的轨迹 其次是正手转反手的运行轨迹 身前 干嘛 身前转换 身前转换 手拿高 好 大家再来看一下 一二三 是不是 看 一二三 如果说我的手 还原一旦放下来 大家会看什么样子 是不是 看 我要从下往上走了 我一定是从下往上走的 不然的话 这个球你说 我拉过去的球 又转 又顶 对方借着我的摩擦的力量 过来的球 也是一定又拱又弹又高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在下一板球 它毕竟是一个胜选球 我们还是要尽量压着打 但是呢 你的板千万不要太平了 太压的话呢 那吃球的面积就太少了 这也是我们经常说到的 你的反手 稍稍的板形亮起来一点 就可以啊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步法 我问一下球门 大家怎么样 听懂了吗 来我问一下球门 大家怎么样 第一个步法 大家如果听清楚了啊 我讲清楚了 大家理解的话 有体会啊 可以给我打一个二啊 这是我们的步法啊 垫步还原 跨步出手 看 垫步还原 跨步出手 拉球垫步还原 跨步出手 直板横板都一样啊 我给大家做两个示范啊 好 大家来看 看 拉 走 对不对 看 拉 身前还原 手拿高啊 你别管这球是快是慢 但是我的手始终说 不是这样 放下来的 对不对 你看 我的手放下来 我就干嘛了 我就会被顶 所以说 身前还原 手拿高啊 对不对 身前还原 手拿高 这是今天说到的 看 第一个步法 拉起来 垫步走 拉起来 垫步走 这是今天呢 说到的 第一个步法 大家可能 已经看清楚了 好 第二个步法啊 第二个步法来了啊 第二个步法呢 用的 也比较 用的 我感觉吧 没有第一个步法 用的多 但是呢 可能也会出现啊 是什么 就是说 我在 拉完球之后 对方这个球 啪 弹击我一个啊 但是呢 有些男生吧 他处理球的时候 他不 他不喜欢说 哎 我撕一把 这个 防一把 碰一把 是不是 他怎么样啊 那么呢 我就要退到哪里啊 我就要退到 中远台 往后走一点 那么这个时候 我一个可以 反手反拉 还有一个是什么啊 我的 反手 可以 把动作 放大 抵消 我拉过去 对方防过来的球 为什么 这个球 我直接就 站主动了啊 你想想 你自己拉过球 这么冲 对不对啊 但是呢 你侧身又不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反手的 又比较好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 直接进行 反手的 上学 前冲 什么抽啊 大家经常说到的 所以说呢 第二种步法 我们也教给大家 如果说呢 大家现阶段 反手有比较好的话 那么呢 这个步法 一定是可以 帮助到大家的 因为第一个呢 基本上 就是撕 撕的话会比较多 第二个的话 就是你的动作呢 会更 放得更开一点 更大一点 然后它就类似于 这种反手抽啊 然后呢 好 我来说一下 那么呢 这个就是中远台了 比如说 我们正手 拉完球了之后啊 这个时候 你应该去的位置 不再是 垫步还原 向你的左边去跨步 而是什么 大家来看 你正手 拉完球了之后啊 看 拉完球了之后 你的左腿 大家来看 我的右脚啊 我的右脚 垫步 我的左脚 是向我的 左后方 看见了吗 这个时候 我是不是就 一下子就把 球台的距离 空出来了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这个之前说过 反手到正手 是不是 往右后方走 身前的距离 空出来了 那么这个呢 其实也跟正手的 这个差不多啊 正手的这个步法 就像技术差不多 我们呢 但是是向你的 左后方 大家来看 看我拉完之后 看 我拉完球之后 我的右脚 垫一步 然后 然后 左脚 向左后方 这个时候 大家来看 我让开了 是不是 我这一片 我的手 就可以有 更大的力气了 所以说呢 这个步法呢 是 比较 反正手比较好 然后呢 这个动作比较大 喜欢发力的 发大力的 却我们 我们呢 这个步法 就要向你的 左后方 看 拉起来之后 向你的 左后方 去进行移动 那么移动的 步法呢 应该是啊 拉完之后 同样也是啊 身前转换 手拿高 但是这个时候 应该是你的 右腿 垫步 看 右腿 垫步 左腿 干嘛了 看 左腿 向你的 左后方 那么其实我个人感觉 它有一点 像一个 小的并步 虽然说我们 跟大家说的并步呢 是两个脚相碰啊 但是大家来看 像不像 我是右脚 先动 左腿 再动啊 因为我们的 滑步说的是 两个腿 基本上 平行启动 但是这个不是 大家来看 是不是 看 向你的 左后方 去移动 那么大家呢 也可以去理解为 右脚 有一个小垫步 左脚 向右后方 有一个小胯步 这个都可以 大家呢 怎么舒服 怎么来啊 按自己的理解 去做就行了 因为大家会发现 很多的 这个别人的动作呀 或者是步伐一样 但是说出来的不一样 是因为这个每个人 对于这个步伐 有理解 那么如果大家 有奇异的话 没关系 按自己的 只要你能够听懂 这个话的意思 就可以了 好不好 所以说呢 第二个 在中远台的时候 我们右脚 拉完球之后 看 我们正手 拉完球之后 身前转换 手拿高 右脚 右脚 垫步 左脚 向右 向左后方 进行跨步 看 右脚垫步 左脚 左后方 跨步 好 这个动作给大家做两遍 拉完 看见了吗 看 下旋 拉完 垫步 走 再来 拉完 垫步 走 给大家示范两个 看 拉完之后 看见了吗 拉完 看 这个明显 就怎么样了 这个力量 我的我的 正手 不好意思 看 这个力量 明显就会 更大 是不是 这个动作呢 也会做得更大 所以说它 比起前两点 比起第一个步法呢 我们的这个步法 需要大家 更多的协调性 来支撑 同时 也需要大家的 反手 你的动作 有一个 固定的支撑 如果说您现阶段的 反手撕 还不太好的话 先用第一个步法 等咱们基础 好的话 然后呢 达到更好的时候呢 我们再去用第二个步法 然后当大家都会了之后 您在比赛当中呢 就怎么打都可以啊 来再给大家 示范五个啊 再来看一下 看 拉起来 走 不好意思 没求了 好 再来大家看一下 拉完 哎我的 不好意思 手松了 看 是不是 向我的 哪里 向我的 左后方 走了 看 手一定记得 拿起来 身前转换 手拿高 对不对 看 身前转换 手拿高啊 这是我们呢 今天说的第二个步法 来 我问一下 秋门 大家怎么样 第二个步法 大家记明白了吗 啊 记明白呢 自己记得去练一下啊 如果明白的话 大家给我打一个二 看一下脚下动作 给您看一下啊 看 拉起来 向后 看 脚下 拉起来 垫步 左脚撤 拉起来 右脚垫步 左脚撤 这就是刚刚的步法 能明白 但是实际上 很正常啊 很正常的 这个需要大家的是 稍加练习 好不好啊 就是因为不可能 所有人这个 大家一上来 这个步法呢 就能够做这么顺啊 因为步法嘛 就是多练习 熟能生巧 所以说 无论是第一种 大家可以看到的 跨步 看 垫步 跨步 对不对 还是说第二种 拉起来 中远台的 这种 大家呢 都是需要 稍加练习的啊 感谢秋的支持啊 应该能明白 对 大家应该是 可以听得 非常的清楚啊 但是呢 需要的是 大家一定要记得 稍加练习 好不好啊 感谢大家的支持啊 咱们没点关注的 秋我们 点个关注 好